11月18日,2020沪港澳台绘画连展在上海刘海素美术馆拉开序幕 本次展览共征集到来自沪港澳台85位艺术家的106幅作品参展 旨在进一步加强上海、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文化交流互动 不断推动中国艺术多样性的传承、创新与发展 作为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多年主办的一个传统展览和品牌项目 沪港澳台绘画连展自2009年起已连续举办十余届 本次连展以日月同辉、华夏共美为主题 参展的上海艺术家49位、香港艺术家11位、澳门艺术家13位、台湾艺术家11位 记者了解到,此次参展的艺术家们呈现出的作品内容多样 不仅用他们的画笔勾勒出祖国的大好河山 还通过自己的视角刻画了奋斗在疫情第一线医护人员的故事 诠释了人性的光芒以及对生命的尊重 今年的展览呢 我们的主题主要是反映了我们的人民 在越勤突然而至的情况下 他们团结业心共同奋战 特别是白衣天使 他们大爱无将的这种精神 那么我们的艺术家用他们的彩笔描绘了 他们在奋斗在第一线的那种场景 来鼓舞我们的这样一个奋斗精神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此次参展的港澳台艺术家们均未能到现场 作为海峡两岸书画艺术家的经纪人 上海警员文化董事长楚游结束了14天隔离后 来到了展览现场 楚游表示 促进文化的融合是艺术家们所期待的 在这次抗疫的基础上面 我们觉得国家的强大 和国家的努力 把我们大家都团结在一起 我宁愿隔离14天都要来参加这个展览 因为这个展览对我们来讲 对我们艺术界的人 是我们一年一度的大融合 能够促进文化的融合 是我们大家所期待的 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邓小贤表示 这是一次极具历史意义的线下展览 滬港澳台的艺术家们都希望通过不同内容 形式和表现手法 向大家积极传达抗疫的正能量 众志成诚 携手共进 共度难关